志明老師幫我們帶來的 所有人都可以做的 而且BEN集的 我們的紓壓按摩操 趕快來秀一下 據說有五招 沒錯 五招 第一招請大家跟我一起 來 要站起來嗎 坐著就好了 坐在椅子前面的一半 不要靠著椅背 來 我們把下巴收進來 記得 不是低頭這樣不對 收下巴 眼睛朝前面 收下巴收得對的話 你會覺得你的脖子 好像有一條線被拉起來了 維持這個姿勢 接下來請大家把手舉高高 然後雙手合掌 在你的頭頂上 然後盡量往上伸展 然後先往你的右邊側彎 右邊 右邊側彎 到緊緊的再慢慢回來中間 腰緊緊還是脖子緊緊 還是手緊張都緊緊 身體側邊緊緊的 來 換左邊 緊緊的停著 三秒鐘之後再慢慢回來 好 輕輕的把手搭在你的肩膀上 然後一樣先往右邊轉 老師 我可以呼吸嗎 可以呼吸 不能憋氣 好 來 再往左邊轉 很好 維持正常的呼吸 回到正前方 雙手呢 手指握手指 兩腳打開跟肩膀一樣寬 等一下呢 手盡量往前伸 然後往下放在兩個腳的中間 伸展 伸展我們的腰背 有拉伸的 很好 再慢慢的起來 好舒服喔 好 放輕鬆 這就是我們這五招的運動 我怎麼感覺有三招而已 有五招啦 收下巴 伸手 側彎 三招 水皮 最後五招 好啦 我剛剛是覺得 那是預備動作 沒想到從收下巴 就已經在算了 收下巴 很好 好 不過還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有些人它其實就是 負視呼吸 我們常常聽得到 可是我們不知道 到底怎麼正式的操作 很簡單 那就記336呼吸法 其實就是說吸氣3秒 然後你就憋住3秒 然後吐氣要慢慢吐 這樣吐6秒 所以其實吸跟吐之間就是1比2 好 比如說你吸5口 然後你就吐10口這樣 那只是說在這個吸氣的同時 你不要用胸腔的這個擴張方式 你就是你要讓你的腹部 然後就是在吸氣的同時 要有長大的那個感覺 就是 然後肚子要往外吐這樣子 然後感受一下你的空氣呢 從鼻腔當中 進到你的身體 那是我們有時候在做一些 正念呼吸減壓的時候 教大家的方法 然後吐氣的時候就再 然後把這個肚子往內收 這就是腹式呼吸 阿姿本身這個做法 這其實每天都可以練習 因為很簡單 然後它可以自動的幫我們 召喚我們剛剛講的 腹膠感神經 然後就是說 教你學會踩下扯的 那個腹膠感神經 然後自然達到比較容易放鬆 還有減壓的目的這樣子 sabia 你們早知道 czy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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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吧 考慮 現在